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哇 祝大宋少年车 抱抱抱抱抱 新冠一级五场无间热烈欢迎大宋少年车来到新浪 好好好 我签费伍伟伦的名 签了你照不下 四位老师对着镜头一块 嗨 me and she 四个字 新张无权 没错好顺素就答对了下一句 这我刚说过的我的梗 简单了下一句 桑就不能心疼了吗 好 那我们的热热要面对直播镜头后五个鬼脸 用粉丝来解释我 老王又大 这不是我的鬼脸吗 对啊 那我们一起做一个吧 3 2 1 开始 3 2 3 1 2 1 2 2 1 2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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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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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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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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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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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欢迎两位弟弟 欢迎 大宋少年之二是正在热播当中 所以大家当然很关心的问题就是 你们这一次的合作的感受是什么样子 跟赵明老师合作非常的开心 不论是拍戏的时候还是 收工之后都很开心 哪个更开心呢 肯定收工了开心 收工了开心 对 郑明老师会带我探索横店的美食 因为已经很多年没有去过横店 横店导游在此 对 他知道很多好吃的经常带我去吃 什么地锅鸡 铁锅炖 火锅烤肉 对 然后跟韦伦老师合作就是受益匪浅吧 学到了不少演技上面的帮助 然后呢 这么高 走心了啊就是走心了 然后就是很有活力 每天带给我很多活力 因为韦伦老师每天现场很精神 我没想要特别困 你看韦老师这么精神 我想那我也必须得争夺起来了 马上就是工作状态 对 韦伦老师 你现在是一个非常有精神的状态 对不对 对 大家互换了这是 对 那用一个词来形容一下 你们就是整个欺摘的一个氛围吧 有爱团结 团结有爱 互帮互助 然后 反正我们各个都很爱吃 我们各个都喜欢吃好吃的 而且我知道好像真伟私底下很会做饭 我做饭挺好吃的 不是他很会做饭 是我们各个只有他会做饭 因为当时拍摄到冬天的时候还挺冷的 然后他在现场给我们煮热红酒 煮的挺像回事 像那个外面卖的很贵的那种 当时卖他们50亿杯 他们还能能延强接受 我发现他们果然是欺摘幼儿园 就跟网友说的一样 那你们平常私下还有没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趣事 我还是想想一个 你们再想会儿 我感觉你们想想 能说吗 能 关于你的 什么吗 关于你的 要爆料 双瞳那个 对呀 咱们能说先听听 有一次就是拍第一集的时候 我们在荷兰山道上 然后我们 我们六人第一次上去的时候 然后吧 正非走在前面 他戴着隐线眼镜 他近视 他眼睛突然滑片了 然后就两个瞳孔 我当时跟宇童 吓到后腿里面上去 紧接着马就笑喷了 他说我滑片了 我因为起的有时候睡的不好 然后眼睛会比较干 也是当时我跟宇童也有点困 然后当时就直接给我们俩笑的根本 要我现在给你滑一下 很惊人 来一个回复一下 嗯 等下挺心酸的 他一回头 虾挨蛋跳 我想到一个 也不能说去事吧 就是实际上 一个让我挺伤心的事 就是我们经常会去 因为当时在拍戏 经常去网游树的家里 然后呢 横店有一家特别好吃的鸭脯 我超爱吃风干鸭脯 贼好吃 我当时满心欢喜的带给他 我说我说我有一家特别好吃鸭脯 超级香 我说你一定要尝一尝 然后那天刚好约了去网游树家有他 还有雨童 还有又说我们四个 然后就把那个鸭脯埋起 埋起拿过去了 超期待 他们是不好吃 我太相信了 我真的超级相信 不是 鸭脯那么好吃 那简直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鸭脯 我全都爱吃 最关键是 就是他给你的期待值就是拉得很高 他说无敌好吃 爆好吃 超好吃 根本停不下来一吃 然后也不是我 或者又是我嘴雕说不好吃 是我们三个一致认为真的不好吃 非常好吃 又脆又脆 都吃 它风干的是香的 超级好吃 那你们自己家会一起健身吗 新城一般他就是自己去 新城没见到去 新城风雨见成 他带上你们吗 他带我们我们也不去 他带我们也不去 你们吃东西呢 吃鸭脖呢 吃鸭脖呢 刚刚说完了七斋对不对 对啊 大作战争二就是来了一个八斋的友谊 隔壁的 隔壁是就不说了 隔壁可是来了 隔壁赶来路上 就是像你们刚刚说私底下也会一起组团 对不对 带八斋吗 带 带 带 真要真来啊 因为他们进组时间也比我们商人的来说要晚一点 所以可能我们有时候分享的一些故事里没有他们 是因为都来得晚他们 而且有很多情况下我们戏都是分开的 就可能拍他们的时候我们才有空 所以其实你们两个人完全都说你们是 没头脑和不高兴组合 你们对这样的一个组合的一个回应是什么 我觉得我挺高兴的其实本人挺高兴的 因为其实第一部我觉得更像这样 其实第二部我们角色都有了一些成长了 可能我觉得第二部就没有这么的没头脑了 也没有那么的不高兴了 对我觉得第二部说的面好 我觉得你角色不对 你第二部还是紧皱眉头不太高兴 大多数时候 那我觉得你也是还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头脑 完了果然回来了 我只是角色嘛 角色 私底下自己认为呢 还是有头脑的 但是确确实大家就看到 郑伟一出现就会有好多笑点 真的吗 在戏里吗 而且我看有人说你的那个双丸子头 把小景的啾啾给偷走了 我刚一进组就给我整这个发型 我吓坏了我就别吧 这不好吧 这么整啊 然后后来发现原来是装书童 但是因为我很担心会不会丑 对这个颜值还是 发现挺可爱的 也还好对颜值也没有什么期待的 后来看成片我觉得挺可爱的 弄完以后我觉得慢慢就接受 你总要有个心理过程 是 你说一场很搞笑的戏 我听听 啾啾啾 你每次出场的时候都拿着刀 是杀鸡 是我 对 那几场算是比较好玩的 对 我演的很认真 刚才说到了大宋二 就是你们各自有了各自的一个感情线 是不是 太好了 啊 你当时你围独的时候和和和和在现场 你可不是这么淡定 快来爆料 你不是高兴吗 你没这么平淡 我特别开心 耶 哈哈 当看的就是二里面有感情线了 当时的一个感受是怎么 说实话 挺紧张的 你怎么跟女生演舞戏 这种方面经验很少 我不知道怎么演 就是 非常常的戴刀 对 确实挺害羞的 说实话 因为不太熟一开始 后来就熟悉了就还好 但是 演下来觉得挺好的 真挺高兴的 好像 尾伦的感情线是 鸟鸟 鸟鸟 还带过来了 对 对 CP粉发疼了 对于这样的一个安排 你们俩的感受是什么 我挺开心的 因为我觉得 徐映隐需要一个感情线 真的 然后我本人也挺需要的 你说说吧 赶紧的 我说说 刚开始我知道 这个小鸟是王可的时候 然后当时我查了一下 然后他演戏也是出演的 第一个还是第二个作品 反正是他没有出演过太多的作品 我知道 他是比较有新人的状态 但是他演戏特别的零 尤其是眼睛 就是会传达出很多的情绪 因为我第一次演戏的时候 就比较默默 对 人家的天赋还是比咱高 高 完了 他给他CP一顿夸 那我得补一顿 好 下一把 下一把 我CP演得可好了 我CP打劲打得特别好 下一个把 那你们就是在剧里面有磕谁的CP吗 我还是磕新冠军 好好 那我磕王可姐 搞这些 这个四年了 大家说薛应很有成长 那你自己觉得他的成长是什么 我觉得他成长是更有情感了 更会把自己内心的情感展露出来 包括武艺也有所增强 变得更成熟了 越来越能在 就是在大家需要保护的时候 能更好地站出来保护大家 那你自己的四年的成长是什么呢 说实话 我真觉得我没什么变化 我觉得还是这么 蠢 还这么呆萌 对 我还是 我是希望自己一直有一个少年的感觉吧 这个童心吧 只是努力想要保持它 你觉得自己从这个大宋一到二 从什么担当到了什么担当 我觉得从 就是还是一直都是武力担当吧 毕竟这个气宅里确实只有我最能打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毋庸置疑 毋庸置疑 我插一句 我倒是有一个就是你最明显的变化 你自己应该不觉得 大宋一的时候 他比较奶 很多就是社会媒体上 就是大家有他那种单人的剪辑 就是那个大家给他取的外号是奶硬 小奶硬 因为他皱着眉头 然后又说话又特别奶 就是又汹汹的 然后又有点奶 他确实是个武林高手 他第二部这四年有点 有点沧桑 我感觉就一点都没有奶的那个味道 开口以为你要夸他 你这么整是吧 你等着啊 气宅里面你们觉得 每一位的担当是什么样子 你什么担当 这个 财力担当啊 我是资方 对财力担当 气宅这个 去膝下这个啥子 盘上不都是我出的吗 我还以为你搞笑担当 原正欣这个 刚好说咱俩的担当都不是很担当 武力担当也没有很武力 我挺担当 不是你有个武力担当啊 我苦苦挣钱 我苦苦挣钱 他挣钱是可以 他可以当财力担当 是 新城是 吸眼的担当 吸眼担当可以 宇童是 领导 天真担当 对 天真 王大哥 王大哥 嘿嘿 哎 这开始眼上了已经 其实他们一说其实也很能对上 对 那很好奇那去外是什么担当 去外他也这样 你们呢 我们 我这跟薛应真一点关系都没有 生活中 其实我觉得演这个戏最大的挑战是我 是你 对 这我太有挑战了 王上的笑 太有挑战了 我当时不想演他这个角色 我就比较适合他这个角色 本人的话 但现在看了觉得你眼挺好的 还是你眼吧 感动吗 他哭了 你看他放大 给个特写 这个眼镜好 给个特写 都说到这儿了 那我们也聊聊我们的伪论 这个剧也是第一次演古装戏吗 第二次 第一次是在我第一次演第一次还是在我第一次演戏的时候 其实也相当是第一次 因为我第一次演戏的时候也不太会演戏 现在也没有也没有很会啊 对对对 慢慢摸索 在慢慢学习 在慢慢学习和提高 嗯 你现在演可好了 没有没有没有 你都喜欢在学习 哈哈哈哈 你怎么去拿捏了这个角色呢 怎么拿捏 轻松拿捏 哈哈哈哈 还是导演包括雨童 还有佑硕 他们都帮了我很多 我又觉得这个第二部吧 它跟第一部 它已经就是心境啊 包括这个 就是经历已经都不一样了 如果再就是说 见到 不管见到谁都那么纹固 就不可一世 就不符合现在牙内的这个心境了 然后我当时也是 比较矛盾该怎么掌控这个平衡 嗯 因为刚开始开机的时候只有 我们俩单独的戏份比较多 好像前两天是吧 等到雨童跟新城优硕加入的 我们一起拍群戏的时候 就是有的时候会有一些 点 他们会 光到我 你帮我最少 你不过 你可没咋告诉我 怎么回事呢 那个时候 对啊 我鼓励她 我鼓励她 我说你演最棒了 哈哈哈哈 我主要在生活中帮助她 我带她玩 帮她跟大家打好关系 努力融入我们这个团体 你信我帮你这样 没良心 谁教谁的比较多一点 没教 没教她演她的 我也演我的 对 我也不想太干涉她演牙那边 嗯 别当时指点人指点差了 你就不 我我之前可能是演现代戏比较多 嗯 然后我会就是习惯性的可能会 现挂一些东西 就符一啥的 但其实对于牙内的角色这种是可以的 也对对对 你要有王宽你这么演肯定不行 对王宽肯定不行 王宽肯定不行 没有那个感觉了 我倒是加个一些 但是比较少 相对于我平常演戏 但是舒服的 是舒服的 就我跟四舅也有一些就是福利的东西 然后四舅过北斗之后 比如说救我呀 或者一蹬腿啊 都是我现家的 现家的对 可以的 我背你 来 嗯 我 救我 好 好 好 你这么整是吧 你让我闻上的 你怼我可以 你猛夸我 我我 不是不是 你看似她在夸你 其实她在损你 但是你又找不出什么证据 她在她在损你 但是你懂你懂她在损你 我懂我懂 我好好奇你俩 不熟的时候也是这样吗 差不多其实 不熟的时候也还行 有不熟的时候吗 不熟的时候没怼反正 第一天就第一天 刚二天的时候不是很熟 嗯 后来就挺熟的 因为我俩那会儿 刚好她们也都没记住就我俩 然后在座里头 熟得还挺快的 嗯 那网友说你是一种 笨蛋帅哥的感觉 跟她有什么关系 后面那两个字 其实是大家网友评 后面那两个字 跟那有什么关系 这不是形容我的吗 哦 哦 哦 好 来我听你咋说 嗯 我自己怎么看是吗 对啊 你觉得名不复实 名不其实 好 那个 首先说牙内 我觉得牙内也不是笨蛋 只不过牙内是有 她自己的小算盘 有自己的就是聪明之处 你比如说赚钱 你就说袁周星那么滑头 在社会上梦发过打那么多年 她赚得过牙内吗 也赚得过 对 大致若鱼 你觉得牙内跟你自己本人是相似的 还是说有点差距 我 相似的地方就是 都是外相 都是艺人 然后相差蛮大的地方也有 我知道是什么 你说 牙内比较能挣钱 她不太能 这算 你会吧 对我不会 金融这个我完全不懂 还有 本来刚才说相差大点不是这个 你突然给我插给忘了 嗯 我想说相差大点 啥嘛 忘了不记得了 哎那我们现在说小伟吧 其实刚刚有说到她的那个之前的现代戏嘛 嗯 那你其实跟七很有缘 大家说就是大宋少年之二 你是七斋成员嘛 然后在一个魏波剧东语诗里面就是七连的成员 觉得从古代的这种武侠到现代的军人 角色有哪些变化呢 但我这整个这么深夕 哈哈哈哈 有共同点 共同点就是 家国 家国情怀 对其实我们这两部戏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去阐述我们的家国情怀 我们的爱国情怀 其实都是在保卫自己的国家 保卫人民 为了不让战争伤害到更多的我们的人民嘛 然后情感上是有很高的重合度 可能唯一的区别就是因为毕竟时代不同了 通过不同的方式 包括我们这个两部戏的这个类型 一个是相对来说肯定是以写实为主的 然后我们的戏可能更多是从一些侧面的角度 然后更加有加入一些轻松的元素去阐述 我觉得能参演这种戏是我觉得也表达了我心中的爱国情怀 我觉得很开心 演这样的戏更有信念感 演这样的戏更有信念感 是真的 我们也感受到了 所以其实你们也塑造了很多不同类型的角色 那接下来你们两个各自想要挑战的一个角色是什么 我知道他喜欢挑战阿西拍 别猜不到 我现在心态已经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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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想拍现偶 不是我现在心态已经变了 我一直想拍是演的我反拍 我是想演反拍 当然是现代戏最好 我现在心态已经变了 我现在心态已经变了 因为找的少所以心态才有变化 对我现在心有变化了 如果来了六个剧本呢 那太好了 没有没有 我现在心态变了 有戏拍就行 没有要求 都可以 每个角色都可以 就演 都是挑战 都是挑战 都不一样都得好好演 有戏拍就行 哈哈哈哈 其实如果真的可以的 我还蛮喜欢就是给你们一句话 然后你们演出那种坏坏的感觉 坏坏的感觉 现在演不出来他困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 演不了 比如就说比如就说我困了 你们有很多很多的任务 我困了 我困了 哈哈哈 你 困了 很好心态情包感 哈哈哈 哈哈哈 我就证明自己 证明自己 演一个 哈哈哈 我真空了 哈哈哈 我真空了 你别在那演了 都一眼神变化 眼睛一闭 我眼神换散了 我刚才有去修一下 眼睛一闭 人以为说哎呦眼真好 眼睛都闭眼就碎了了 哈哈哈 我刚刚 至少至少闻了有一点 他把这种十秒不眨眼 一个很厉害 就是这个还是可以的 我觉得在这么感动的时刻 然后确实也给我们带了很多惊喜的时刻 其实我们也准备了一个小五礼物送给你们 对不对 是的来吧 哇 是 谢谢 来这个是 这是我 我的丸子头 是的 是眼内 对 这是我们 小芒的衍生的一个人物IP 哈哈哈 是在院内的时候 书院是 看出来了 对 我是书童造型 真的觉得很可爱 我这挺可爱 你别说 我这些学子服也挺 挺好看的 是 挺好看的 哈哈哈 最后我们来一个简单的好不好 来给大宋大哥靠 大宋少年之二 反转不断 笑点连连 今晚八点 准时观看湖南卫视跟芒果TV 说得好 好 好